接著我們帶你看台灣人很喜歡喝手搖飲 你知道全台灣有幾家這個手搖飲 搖搖杯店嗎 有兩萬多家 那大家常常這樣講 就講說第一不會變 第二才做醫生嘛 所以你賣這種水 湯湯水水的東西 很好賺 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背後的數字 因為最近有一個非常知名的網紅 叫滴妹 她就開了一家這個手搖飲店 她就跟大家分享說 沒有那麼好賺 她說大家都誤會了 所以呢我們就幫大家統計囉 到底呢 這個所謂的手搖飲店 怎麼個賺錢法 真的那麼好賺嗎 好我們來拆解她的一個成本精算 比如說珍珠奶茶 一杯如果賣你55塊錢的話 她的成本就要12塊 茶啊糖漿啊奶啊 她成本在這裡 那你直接減掉會覺得 哎呀她賺40幾塊 看多好賺 但是你要考慮進去 還有房租 還有人事成本 所以呢通通加起來之後 才會是你的净利潤嘛 所以呢一杯55塊的 你大概賺到16.6塊錢 也就是毛利大約三成左右 那還是要你生意很好 你才cover的過來嘛 所以我們就帶你來看 實際的這個滴妹的一個案例 到底她開的店 她說真的很難賺耶 現在她開的店都覺得 哇苦撐待變 但您快來看一看到底 這個手搖飲店 怎麼賺錢 但紫色芋圓和黑糖珍珠加入新鮮奶茶 看起來美味可口 台灣人愛喝手搖飲 平均一年就喝掉10億杯 飲料店一家家開 從2010年的1.1萬家暴增八成 去年達到2.2萬 但連年上漲的物價 也讓不少業者大探很難賺 為了帶動業績 中部起家的手搖飲 近期更砸下200萬 和人氣插畫角色聯名 吸引粉絲目光 因為細看背後成本 以這杯珍奶來說 售價55元 扣掉食材成本12元 房租16.5元 人事9.9元 只賺了16.6元 毛利剩下三成 其他店家也透露 利潤其實沒有 向上中高 上次由網紅滴妹所創立的飲料店 再稅5分鐘 純飲料的部分 其實利潤是6成5 但是扣掉人事 房租水電等等之後呢 毛利率只剩下不到15% 人事成本跟房租成本的壓力下 其實我們的利潤自然會受到一些壓縮 對那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台灣可以提供更好的環境 給我們的這些創業的小老百姓 業者指出 實際算盡開店時的裝潢 設備的成本 創業出席毛利還是很低 要到兩三年後才能逐漸回本 加上連年上漲的物價 百家爭鳴的手搖引電 即使疫情期間人手一杯 競爭依舊激烈